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要来看菲利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那接连前面二十二节 保罗说 但我在肉生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那我们就看见保罗 他在肉生活着 但是继续成就基督的功夫 以及离世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这两件事情当中 他觉得这两件都非常的美好 所以他不知道应该要选择什么 那保罗他当时 其实他是身处在灵无之中 就是被关的状态里面 那他的环境或者是 他所遭遇的状态 那甚至于有人要来 对他怀着恶意 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那他也有性命之忧 所以他是按着人来看的话 其实实在不是在一个 值得快乐或是能够快乐的情况 但是我们却看到保罗 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他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他仍然活着 然后却是在各样的患难当中 然后或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他有一天他就被处死了 或者是为主殉道了 他就离世 他都看这两件事情是美好的事 那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看呢 其实对于一个生命渐渐成熟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 应当会有与世人不一样的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 我们都知道这是神 要透过我们所经历的环境 要使得我们的生命更加美好 更加丰盛的一个机会 而上帝量给我们的日子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气息跟存留是在乎主 我们什么时候离世与主面对面 这都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 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怎么样子能够不恐惧离开这个世上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今天 把每一个现在活好 活得喜乐 活得合乎神的旨意 那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就能够知道 那有一天我离世与主面对面的时刻 因为我已经把握了 神粮给我在地上的每一天 那按着神的心意 我能够坦然的在神的面前 但相反的 如果我们浪费神所拦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 那圣经也有很清楚的话告诉我们 就是神多给谁就跟谁多要 我们在这世上其实是有一个使命 有一个任务 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 让我们把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永恒的荣耀的生命 经过这地上的岁月 让它变成我们自己的 我们所得着的产业 这就是神给人的恩典 那对于保罗来说 他当然知道 不论是生死或是其他的事情 主权都在乎神 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尊重神的主权 有顺服的生命跟学习 其实他就会只有一种态度跟一个祷告 就是跟神说 主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那换句话说 保罗他自己一定知道 他其实没有权利或能力去决定 他是存留或是离世 但是他有一个超然的看见 就是不论是哪一个选择 哪一个情况 那么他知道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 然后能够感恩的向神说 富啊是的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能不能够因着我们是专心仰赖神的缘故 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 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能够向神感谢说 是的 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人对我们的攻击也好 一切的我们认为环境的艰难或是不公平也好 这是不是都能够帮助我们看见 这是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超然生命的一个机会 活出一个属天生命的机会 那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看见 能够有不一样的眼目 能够每一天过得有平安有喜乐 祝福大家 谢谢